如果不是中資的保險股,我怎麼看呢? 我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就是有光 是,1299,生命無罪 1299是80元有貨 現價可以減貨,還有可以減貨呢? 短線可以看多少 一定可以減貨,食股一定不會阻,一定沒有錯 但當然,我明白大家有時想是所謂 吃盡一點,但其實這個很難拿捏 因為沒有誰會知道之後是否可以減貨 所以,如果你看到80元回來的貨 現在是92個多 其實在帳面上賺了十多元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百分比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有心思思,心立心勢 就不要吃光,但你可以吃著一點 因為始終都累積了一定升風 因為這樣說,當然看圖表 我覺得是有機會再上的 因為昨天就破100天線 而且走勢就繼續慢慢靚 短期的線是很急上來,想看順序牌 但是再向上網的阻力位,下一步 其實距離現階段也有點緩 因為再看上去就是,現在正在試 就是跳250天線,92個多 今天正在試 但是要看站不站穩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如果你說站不穩的話 其實是可能回到90元以下也不期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在這些位置 譬如3分1或者2分1都可以 那你只剩下一些,一來變上你的溫度會再低落 那你的彈性更加之大 因為後市當然,中線油邦的看法是不差的 因為始終本身業務在過去疫情之下 其實雖然不完全回來了 部分地區 但是都持續地在改善著 你講到今年,雖然現在面對著Omicron 但是似乎很多各個的取態都不是 好像以往那麼風又盛 覺得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雖然傳業力很強 但是都有一些鬆的外圍 所以我覺得都仍然有個復蘇的炒作 連帶上友邦,我想好的地方就是 他受惠到債息上 始終講解釋周期,有空再有其他 那個債息應該理論上講 特別是美國10年級債 要真是慢慢挨壓,虧兩厘 其實現在大家都覺得有很大的機會 所以當那個債息上 對友邦都是會有利的 所以我想中線其實是可以再值得望高一點 但是只不過短線升級的幅度都比較急 因為年初回來70多元 80元都不夠 現在就真的90多元 其實只剩下10多元都算急 所以吃著少許糊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能只剩下一點 再看看可不可以再示範告示 但是別忘了 �� came 過我 com機械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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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